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0日15点16分世界日报编译组 松河报道詹姆斯 路透分享胡人队球星詹姆斯来布隆詹姆斯连续15年入选全明星赛 追凭布莱恩科被布莱恩特成为史上在明星赛担任先发最多次的球员 不仅如此 詹姆斯连续15个赛季场均得分超过25分 6个篮板和6次助攻 他将平庸的球队带入总决赛 堪称NBA最具影响力球员 他的品牌真正全球化 然而 目前胡人队在西部联盟排名第10 詹姆斯因复古功受伤缺赛一个月 今年可能是自19岁以来的第一次他被排除在NBA季后赛之外 今年杜兰特凯文杜兰特成为全明星赛MVP 科瑞斯蒂芬科里投篮命中绿达前所未有的高峰 下上乔治 保尔乔治与雷纳德卡瓦 埃莱昂纳德 与年轻的安戴托坤波吉恩尼斯安特科波在速度上的提升 似乎有关谁是世界上最好球员的辩论 可能除了詹姆斯之外 有了其他选择 2013年与2014年 在总决赛中与詹姆斯相提并论的格林丹 尼格林说 要持续15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球员相当难 虽然詹姆斯现在有点年纪 但人们知道他有什么能力 无论是在哪个球队 都有能力在季后赛带领球队赢得比赛 当然 詹姆斯的地位也不可能永远持续 下一个可能的霸主 恐是本赛季才24岁 全明星队 全明星队队长安戴托坤波 他在17日比赛中 夺得全场最高38分 当我进入联盟时 波仰是詹姆斯 如今我带领一支全明星球队 与詹姆斯一起挑选球员 若你6年前告诉我 我从未想过现在会处在这个位置 安戴托坤波 以令人择舌的速度进不住 行管成为公路队当家 仍有助包括三分球命中率仅22.3%等缺点 至于詹姆斯 他也可能在季后赛有所提升 然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是否能挽救胡人队这个赛季 对他来说仍是场艰巨任务 分享 分享 留言 烈意